大家好 您是属于喜欢说话的人呢 还是不太爱说话 我呢 应该算不爱说话的 虽然视情况看对手 有时会变得口若悬河 不过平常却是闷葫芦一个 也害怕详尽的说明什么 尽量不做这类事情 哪怕话说得不透彻 招致周围的误解 这种事屡屡发生 也照样坦然自若 没办法 人生就是这么回事 不是自吹 这方面我倒是做得很高明 接电话是苦差一桩 在派对上跟别人交谈也是弱想 回答采访 同样令我心力交瘁 甚至连回封邮件都觉得疲惫不堪 让我跟人家做对谈和书信往来之类的工作 我一律回绝 假如命令我闭嘴 我可以永远闭口不言 但对小说家这份工作来说 却再合适不过 因为只要让我一个人待着 我就可以埋头扶岸 默默地一直工作下去 然而 连我这样沉默寡言的人生 也有一段例外的时期 从24岁到32岁 有七年半的时间 我阴差阳错地靠服务业维持生计 但想到是为了生活 也就完命对付下来了 遇到话又多又无聊的对手 这种人还真不少呢 也耐着性子 亲切地陪他聊天 如今回想起来 那段时间 我可是异常和蔼可亲 不禁十分佩服自己 不过 多年后和当年的熟人重逢 却常常被告知 春树君很久以前 就对人爱理不理的 没怎么说过话 我不免倍感失落 心想 卑微 人家可是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拼命和蔼待忍用 早知如此 干脆一开始就不必勉强 顺其自然得了 但当年的确曾以自己的方式 努力和蔼待忍 这份感触 至今仍牢牢地留在我心里 尽管看来 当时并没有起什么作用 我却觉得 正是关于那份感触的记忆 坚实地支撑着现在的我 那就像一种社会训练 恐怕人生中注定有这么一段时期 要狠狠使用平时很少用到的肌肉 哪怕这种努力并没有结果 不爱说话的人啊 请努力生活 我也在背后 无言地声援你 好 刚才我们分享了 村上春树的散文 不爱说话的人 请努力生活 请点击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